廣交朋友,中國人的特點就是,廣交朋友幫助別人。 這次這個金融危機很明顯嘛,你看中國又幫美國了,又幫那個,你看那個什麼菲律賓,不是,這個那個誰,這個泰國鬧水,鬧水災的時候中國也幫助,什麼巴基斯坦鬧水災中國也幫助, 中國從國家到人民都特別喜,就是願意幫助別人,你看中國的鄰居什麼的時候你知道是有困難,什麼地震啊,水災啊,什麼自然災害,你包括有些國家對中國不友好的,中國都去幫助,你說兩句話,什麼給人送帳篷啊,送這個錢啊,送物啊,中國人特愛幫助別人,特。 你覺得毛澤東幫很多的人嗎? 幫很多人,毛澤東還是不錯的。 是很好的人? 他應該是很好的人。 毛澤東呢,他主要是想的為多數的勞苦大眾,想的是多數為勞苦大眾想,就為這個很多這個窮人想,就是要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 毛澤東的思想還是,讓大家共同富裕,就是那個,不要這個兩極風化。 兩極風化呢,他也是,一生當中,他也是很輕,也是輕臉的,而且自己呢也是兩袖親風,而且也是幫別人。毛澤東他也是幫別人。自己啊,一生一家人好幾口子,好幾口子。 老人都是為了革命,都死掉了。毛澤東說這不容易。家裡的妻子、弟弟,他的老婆、弟弟什麼的,都死掉了。兒子,他的兒子死在朝鮮了嘛。 他也是,他也是,他一家人,他是一個偉大的人。毛澤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。 他是一個中國人,就稱為他為民族英雄。毛澤東是中國的,既是人民的領袖,也是民族英雄。 他一生當中,都是把心血都花在,讓中國人民走出這個貧困的這個道路來。 因為中國很貧,過去,主要是中國,由於中國呢,就是戰爭啊,和這個清王朝,清朝末年的腐敗,帝國主義的侵略。 中國就是很窮困,外國的情況,自己的內部的鬥,惡鬥,不團結,惡鬥,所以中國非常貧困。 毛澤東能把這麼一個大的國家,幾億人口,十幾億人口,都給攏在一起,讓大家走共同富裕發展的, 但是這個基礎是他打下來的。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。 你知道吧,沒有他,就沒有後面的路。沒有毛澤東的那個,他那個思想,讓大家走共同發展。 中國那就,發展的就是不平衡了,那就是這個,人也沒有那麼高的思想境界。 毛澤東,中國不好。 就完了,沒有毛澤東。